有一点开心 因为第一次看到彩虹 之前都没有看到过彩虹 你没有看到彩虹吗 那你还没看见过彩虹 我们今天在这遇到彩虹吗 第一次看到彩虹 好美 妈爷爷 我们现在要前往郭松年故居 就在旁边这块 他在搭建维修 但是突然间 天空下起了大暴雨 可以看山那边已经起步了 他这边的短时强降雨是很厉害的 而且雨也很大 现在那个农田里边 我还能看到有人在耕地 好像不是这个雨 因为雨一会儿就会过去 他那边的天是亮的 但是这边天已经黑了 这个就是郭松年故居 这里还在维修 所以说 我们照样进不去 对我们现在还是进不去 我们在外边 这个庄园我们都进不去 只能从外面看一看 在庄园外边这块还有鸭子 在这个门口发现了一棵超级大的巨树 在这里呢还有人们为他点起香火 想问一下那里为什么有香呀 那里怎么叉的香呀 你能看 树公 就是这是一棵神树 哦 一百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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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好宽哦 那他有两棵树啊 一棵树建成一棵树软的 哦好神奇啊 这个是什么时候盖的呀 一百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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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松年是这个村子的人吗 是啊 他是干什么的人 他广基广东两广三毛 两广三毛 大的官啊 民国时候 广三广基 听说这个花了很多钱啊 18万两银子 800万 800万 银子的之前 这边是有什么讲究吗 门口都会有这个池塘 是有风水 有啊 之前他他发现在那里两两亚 他现在这里有一树标记来 在这里地方标记来 他就以赵先生来来看 这个是最好的 哦 我们现在离开这个郭松年故居了 今天决定是要 马上住到临山县 所以说我们可能要赶业路了 我们现在在赶业路 这外面 外面的这个雨哦 特别大 哦